苹果万众瞩目的秋季发表会今天凌晨登场 除了展示搭载最新3奈米A18晶片 基于苹果人工智慧Apple Intelligence打造的iPhone 16系列之外 也同步地揭晓两款Apple Watch以及全新AirPods耳机 我们很高兴地介绍了第一款iPhone的设计 以Apple Intelligence和它的破坏功能 闪耀时刻终于登场 苹果第一台AI手机iPhone 16系列正式亮相 基本款晶片大升级 直接从上一代4奈米A16跳到3奈米A18 记忆体频宽比前一代提升17% 号称可以合作机对标 高阶款A18 Pro晶片 记忆体则进一步提升将近20% 性能更强的同时也更省电 A18有一个新增加16核电动机 在使用大型电动机构模式 这电动机构是2次快速的 机械学习 它是30%快速的CPU和iPhone 15 一如外界预测 i16和i16 Plus除了镜头改为直式 支援空间影片功能之外 Fusion相机像素也提升到4800万 并搭配支援微距摄影的全新超广角相机 i16 Pro则是将原有的1200万像素超广角相机 升级到4800万 可以用4K 120fps拍摄杜比世界影片 并提供业界首创空间音讯混音功能 利用机器学习帮助创作者轻松分离目标音源和背景声 或是整合起来打造电影效果 苹果随后也展示利用i16 Pro全程拍摄的加拿大歌手 威肯新歌MV片段 而在外观方面 在取消传统静音按钮后 i16和i16 Plus航太等级铝金属机身 搭配注射玻璃机背 一共推出5种颜色 黑白粉红浮水绿和湛海蓝 Pro系列则是维持钛金属材质 萤幕放大到6.3和6.9寸 提供黑白原色和最新的沙漠色4款颜色 另外4款iPhone也通通加上电容式相机控制按键 一键就可以快速打开拍照程式 调整焦距并按下快门 只按探索卡热摄摄而点到嘀击 和参开你的悸 即使一按烈 ли无语 你的悸内光 遗产空中央 热标准尾 按摄击 击 点滑 软 点击 We're deeply integrating them into iOS, making them accessible virtually everywhere you type So you'll be able to rewrite hastily written notes into a polished dinner party invite Adjust the tone of that slack message to your boss to sound a little more professional And you'll be able to create new emoji simply by typing a description Giving you the perfect response for your group thread 而在各界瞩目的Apple Intelligence AI方面,除了語音助理Siri變得更加聰明 可以協助整理訊息和通知之外,也將支援文字潤色和圖片生成等等功能 並標榜採用全新的私密雲端運算模式,不會儲存任何客戶資料保障隱私安全 不過這些AI技術都要等到下個月才會在美國區先推出英文測試版 到明年才會支援中文 出乎市場意料的是,這次新款iPhone全都沒有漲價 基本款售價29900元起,Pro系列則是36900元起跳 接下來台灣時間9月13號晚間8點就可以開始預訂 9月20號正式發售 而在配件方面,蘋果這次手錶跟耳機都主打健康 當中第10代Apple Watch作為蘋果有史以來螢幕最大、最輕薄、充電最快的手錶 新增了呼吸監測功能,用來提醒用戶注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發生 耳機部分新一代基本款AirPods Pro 除了搭載先進H2晶片提升音質並加入主動降噪之外 用戶還可以透過點頭、搖頭等動作跟Siri互動 原有的中階款AirPods Pro 2則是追加聽力保護功能 在使用者經過聽力測試後 耳機還能直接變成飛除方式阻停器 最快這個秋季就能獲得主管機關批准 記者旁向宜黃一豪綜合報導